说起喜剧电影,可能很多人最早想起的是周星驰的系列电影,只不过青年最近几年很少拍喜剧电影了,相比之下,这几年徐林这种系列的电影口碑好票房都很不错,不过提起这种系列的电影,你最先想到的人是谁呢? 脑子里最先想到的是徐征,王宝强和黄博,他们三个人被称为喜剧界的铁三角,每个人都各有特色,最初是徐征和王宝强,两人主演的电影《人在九途》,收获了不菲的票房后,徐征正式转行做导演,后来又加上黄博三人共同主演的电影《太久》,只不过而后的港九徐征为了弱化黄博和王宝强的喜剧效果, 所以请了宝贝尔,可惜票房不如前两部电影票房好,但是,大家还是很期待续集的出现,最初的总系列电影定的是燕九,不过由于这几年厌度的剧已经很多,大家可能有了审美疲劳,所以此次徐征把眼光放在了俄国,由此可以看出徐征的眼光,还是很有前瞻性的, 不过,就在大家以为港九的不如意会让徐征再次黄博和王宝强共同合作的时候,徐征却将人员进行了大换血,此次俄征的主演定为徐徐,彭玉畅和王祖兰,看到这阵容以后,不少网友表示,票房应该会很稳的, 毕竟徐徐徐徐徐是今年的金娃下影帝,而彭玉畅也是年纪轻轻,就被提名了金娃影帝,王祖兰的喜剧性也很强,所以这三个人的演技,绝对是无庸置疑的,目前我警正在极紧张的拍摄中,接下来我们就安心的等着影片的上映吧, 你最希望有谁出演呢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